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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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這麼棒 飛頭殼頂的航拍畫面 令我也想學習 我們有大報 找個專家聞聞才行 老闆,就這隻吧 這麼大隻,一定拍得漂亮 不行,在人家頭殼頂飛 這麼大馬力,撞到人怎麼辦 其實剛才你看的影片是用穿越機拍的 現在穿越機這麼小 已經去到全高級的效果和4K的效果 穿越機,可以說跟航拍機相當類似 就是沒有了GPS和原空能力 換來的,是不間斷的高速和緩慢移動能力 最近兩個月,還加入了4K高攝影鏡頭 令拍攝能力大大增強 我又不明白為何多了穿越機 因為2020年之後 無人機需要立法 條例是怎樣的呢 條例是7公斤以上的無人機 需要實名登記,需要巧克 需要民航署申請後才可以起飛 如果是介乎於250g 到7公斤之間的無人機 就需要實名登記 需要買第三者的保險 那兩類機,有沒有些相片告訴我呢 DJI,DJI大疆的機器都是民用級的 都是介乎於250g至7公斤之間 到7公斤以上都是掛一些單販相機 甚至乎是拍電影級數的無人機 那玩什麼,不用玩 沒問題 所以現在人們就學玩穿越機 你看看這些重量 差不多1公斤重 這個只不過是60g 這個只不過是80g 鏡頭和畫質,大疆的機器 通常去到廣角鏡最多是24mm 現在迷你的穿越機 通常去到18mm 甚至乎16mm的廣角鏡 Vimway又怎樣呢 這架已經達到4K 30mm 以及可以做1080mm 120mm 基本上跟這個MARWIC AIR的鏡頭 已經是一樣的 講到這麼厲害 我們當然要比拼一下 一起飛,穿越機的反應速度明顯快很多 而且很快已經不見了影 論畫面的穩定度 航速較慢的MARWIC AIR會好些 迷你穿越機 就比較容易受操縱者的技術 和風力等等的環境因素影響 畫質方面 都是航拍機佔優 不過迷你航拍機的畫質精細度 和層次感都已經有相近的效果 而最重要的是 迷你穿越機 有比較安全的低空拍攝能力 還有什麼不同呢 這些航拍機就會用遙控器 加手機去拍攝 穿越機就會用遙控 有螢光幕 有FPV眼鏡 第一身的眼鏡去拍攝 那也沒什麼不同 只是改變螢幕不同樣子 不行,有很大分別 這些航拍機會有1秒至2秒的延遲 如果延遲的話 有機會已經碰撞到物體 我們這些FPV眼鏡是去到百分之微秒的 所以可以拍高速飛行 也沒有延遲 可以看得很清楚 聽說穿越機和航拍機的操控很不同 也不是的 控制桿一模一樣 只有兩支 升降、轉左轉右、橫移、前後控制也一樣 航拍機的好處是多了一個按鈕 按一按鈕就定位 按一按鈕就有回航 穿越機就要靠自己控制高度 前後左右 一定要靠你的手指不停地控制 即是停空的話 你分開自動波和手動波的分別 都可以是這樣說的 還說那麼多 那一試一下機才說 想不到去到商場半露天位置 已經開始試飛 不過以一個高角度重新觀看 平時生活的地方 真是有一種新鮮感 你知道這幾危險嗎 在鬧市這樣飛 你跟鏡頭的人說 跟鏡頭說 不會… 我們是一些沒有人的地方 才會起飛 甚至乎如果有人的時候 我們也會事先通知跟鏡頭說一聲 對了 上次沙田遊行 我們都拍下了當日的盛況 走了大半條沙田政家的直路 畫面是不是更加有震撼力呢 卡圖還說 如果不是撞到身體重要部位 對身體造成的損害非常有限 你夠不夠膽?試一試 撞我? 當然了 當然要試 我相信安全 我相信安全 沒有問題的 一定要試的 老友 不是吧 老實實 如果撞到你時 你有意識收油的話 是不太痛的 感覺好像一隻蟑螂飛過來 駁著你 但如果真的 你敷行雞撞到你 掌葉有機會 撞到你的話 就有機會會痛 如果想買步入手 大概要花多少錢呢 一般入門想玩的話 要花多少錢呢 大概2500元 已經包括了一個遙控器 這隻叫做Beta 75X的高清拍攝機 再加上一副迷你穿越機的眼鏡 飛得多遠呢 都可以去到500米至1公里 另外還有一個4K的進階版 這個遙控器和這些飛機 大概可以飛到2公里 去到7000元左右 感覺上挺安全 挺好玩的 好像 當然啦 不如我們現在就出去試一試 你得到我先 當然啦 這麼好玩的東西 為什麼可以不理你 那不就又花錢 來啦 我們去啦 我們去啦 我不想花錢 去啦